伴随着推理综艺的走红,剧本沙游戏也成功出圈。由于剧本沙店仅需一本剧本,一块场地,入行门槛低,许多人也跟风上车,做起这门银声。 2021实体剧本沙消费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剧本沙线下门店已突破3万家。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过半数剧本沙企业成立于一年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行业繁荣的背后,从业者也面临不少困难。 90后赵雪飞刚刚上车,从2021年4月第一次玩,到6月份成为经营者,做出这个近百万投入的决定,他仅考虑了两个月。 就是我自己的个人兴趣来讲的话,是玩了剧本沙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呢,就进来玩,做这个行业。 九五后宋宋算是入局较早的人,出于对剧本沙的热爱,2016年,宋宋放弃包头事业单位的工作,转身成为经营者。 他不光向外宣传了我们民族文化,我们民族历史,还有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另一方面呢,他还可以在大家休闲的时刻带领大家去感受另外一个人不同的人生。 令人意外的是,剧本沙不是Z世代的专属。 报告显示,作为社交新宠,超气成玩家为30岁以下年轻人,但也不乏40岁以上的消费者。 因为我们的剧本行业发展到现在五六年的时间,经过一些发酵呢,一些好的剧本油然而生。 所以现在的市场已经开始变得好了起来,并且呢,受众群也越来越广了。 所以第一的话,我们接待过小学生,然后过来冲着我们DM,阿姨阿姨这次念什么? 还有就是最高的有七八十岁的那个老奶奶,她跟我们DM讲,这个我看不清楚,然后我们DM很亲切的给她读本。 宋总称,DM和NPC需要随时在线,才能为客人带来较好的游戏体验。 为保证水准,她还会对DM和NPC进行培训。 这边的主持人经过专业的培训,并且是经过专业的考级才能上岗的。 除此之外,我们这边的演员呢,就是我们的NPC,进行演绎的时候,是经过专业的演绎培训, 并且我们会定期输送到一些特定的机构进行培训的。 赵雪飞的经营规则是店内DM不能双开,开的本则要保证质量。 事实上很多人,很多店家怀着那种心态,说我进了一个本就算很烂, 但是我也得收回本啊,对吧,我得开几车啊,但是开了这几车, 你就是可能永远失去了这几十个人。 所以对于店家来讲的话,宁愿不开,然后也要把好本呈现在所有的这个玩家的面前。 虽然风很大,但剧本沙的生意并不好做,送所的店位于北三环,店内有十个工作人员, 除去房租和人力等成本,每个月的收入勉强保证基础运营。 赵雪飞的店开在了高碑店的一个四合院里,一楼可以就餐,二楼是剧本沙房间。 尽管风格独树一致,但坑云位置等因素,每周客人也不多。 我觉得在整个高碑店地区,应该算是40%以上的盈利状况好一点的, 但是还是亏,因为我们这边的整个的成本摆在这儿比较高,对。 然后呢,现在每周大概有20到25车左右吧, 一车指的就是5到8名玩家组成的一场游戏。 行业内卷严重,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剧本分三种,独家本,呈现本和盒装本。 碰到好的剧本,有时会有上百家电争抢, 没有拿到版权的,有的就将目光投向灰色地带, 从来导致当版问题滋生。 比如说,一个呈现北京只发四本, 大家就都很想要,就是大家就只能是比拼自己的实力, 能不能将它完美地呈现出来。 目前,他们手上都握有不少呈现本或者独家本, 尽管现在经营状况并不如意, 但他们相信这些资源会有玩家买单, 这也是他们继续坚持的动力。 我把剧本沙看作一个老人纪老人沙和三宫沙之后的另外一个风口浪尖, 它可能下一个浪尖来的时候,如果你不是行内人, 如果你不在排桌上,你是没办法知道的, 等于我在等待下一个风口。 不少店则没有像他们一样继续熬下去。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 2021年中国已注销近200家剧本沙相关企业, 其中仅4月就注销近100家。 下一步,剧本沙将往合注去,还需进一步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